大家好,我是狐狸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们。 随着科技的发展,中国逐渐走在世界的前端,但大家知道吗? 中国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国外,就比如电力这方面。 虽然我国发明了许多水力发电,风力发电,火力发电,太阳能发电,尽管是这样还是无法改变电力不足的原因。 就目前的发电来说,这些电力还不足以让全国人民使用。 而且目前我国的发电技术以火力为主,但火力发电需要用到无缝钢管,这种无缝钢管我们全都是依靠进口,而且无缝钢管的价格非常的昂贵,每年都会花上百亿采购。 后来我国向德国提出要购买这项技术的意向,制造大型设备液压机,但德国却趁着中国在这项技术上是空白的,就提出过分的要求。 没错,德国在这一技术中绝对的领头羊,他们的液压机技术绝对是世界上最顶尖的,连美日等其他国家都纷纷购买。 但就是不卖给中国,声称中国会剽泄他们的技术,只能把它租给中国,甚至还要附带德国四名技术人员监督。 而且德国非常坚信,中国就是造不出,美国更是嘲笑我们,开口价就是200亿。 我国绝对不能容忍德国这样瞧不起我们,于是就决定自己造,最后在工程师的努力下,用了三年的时间终于造出来了。 除此之外,中国的液压机还夺得世界最大液压机的美称,有了它,制造无缝钢管也容易多了,而且还非常的便宜,说是白菜价也不为过。 这下德国的脸色就难看了。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